各位投资朋友晚上好 台北股市历经昨天这种牵点的惊魂之后 那接下来的行情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是会不会反弹 那以及接下来的行情该如何去做一个操作呢 那我们今天节目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师的相关想法 所以请你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 好的各位投资朋友晚上好 感谢你参与自寅老师今天周四的直播 那今天节目呢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数据 以及我们的一个目前行情的一个相关看法 好那我们一开始呢 先看一下这个景语 我们节目所讲的股票并不是做推荐 那投资朋友如果你要操作的话 要致富盈亏风险哦 好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谈一下今天的主题 我想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 台北股市会不会反弹 那你是我赖老朋友 我相信你今天都有收到一个图档 就是我们跟大家提到 目前台北股市在这个关键的上升趋势 现在这个位置 那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我提醒投资朋友 原则上呢 你不要去杀提股票 那反弹要不要去做处理 请你跟上这个专业人士的协助 那如果你是现股操作的话 我建议你一定要先放宽形 那现在的一个行情呢 就是添注 这个疫情接下来该如何去做个发展 人助 就是你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协助 如果你真的是股市小白 你对于一些股票操作并不是这么熟悉 那你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协助 那另外就是你要自助 你自己要去做好这个资金控管的部分 那我们认为说 会不会反弹 以及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考验的开始 好那如果你真的要去买股票 这个地方 我们先假设他能够守住上升趋势线的话呢 那在这里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你要去买有机会在创新高的趋势 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好那新的朋友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自己老师节目的快速信 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直播流程 我们影音会分成上下两半部 上半部会老师专注在讲影音的内容 那也会有这个投顾性质的节目 那下半段我们会针对 网友在聊天室所提出的这个个股的问题 我们会去做一些 AI的方式去读取大家聊天室内容 那抽随机抽取15位 去做一个回答 好那老师的节目在这个以下 Podcast平台也有去做一个播出 好所以呢您可以在这个以下的 Apple Podcast或者是KKbox 搜寻陈志玲 找到老师的节目之后呢 订阅跟关注 可以透过广播节目的方式做收听 那我们的节目上半部用录影的方式呢 会在这个中天跟运通 去做个播出 那如果说你是这两个电视台的一个观众呢 你想参与自己老师直播的 我们在246晚上7点半会做直播 那只有在老师的频道 才可以使用聊天室提温个股 所以您可以立即搜寻 前进大趋势 或者是陈志玲分析师 找到老师YouTube之后 订阅跟开启这个小铃铛 那老师的一个频道 在隔天中午之前会更新这个 当天直播节目的重点 包括网友的一个后段的询问个股的一个时间走 你可以自己去点 那请你永远帮我分享影片 因为你的亲友可能也有这些个股的问题 那我想我回答这些个股的部分 这段时间以来 帮助了很多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相信你有听老师的话 去做一个调整的话 我相信可以帮助你去避开风险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好 那手机观看直播的技巧 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手机打直先把聊天室打叉叉 那还没有订阅老师频道的可以点选订阅 然后你先帮我按赞跟分享影片 如果你有在使用FB 或者是脸书其他的一个相关社群的部分 帮我做个分享 那聊天室你有关闭的话 打直收看直播会比较清楚 不会收到聊天内容干扰 如果要问个股的话 手机打直再按聊天室 就可以重新回来聊天室做询问了喔 好 那来到这个画面的话呢 跟线上的粉丝打个招呼 好 线上的投资朋友大家往上好 那今天来的一个有这个Rita 或是抗议号这些的好朋友 来 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先把这段话丢到聊天室 如果你有个股询问的话呢 可以做一个提出 来近方晚安 Joyce 晚安 来 我把他丢上去 那我们的AI会开始去做一个读取喔 你现在有个股的问题呢 其实都提出来 没有关系 老师尽力的协助大家 来 好 那我们来进入主题 今天的一个节目 你如果要询问个股的话 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 你要照这个格式 询问加四个股票数字 然后成本几元一定要打 那我们AI会随机读取15位 那上半部的一个节目的时间 今天也是比较短的 因为原则上看法上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跟大家讨论一些事情 来 那你要在我们上半部影音的时段 去做提出喔 好 那这个新闻 大家看到这新闻 其实会感觉到非常感伤 因为昨天台北股市这个大幅度的震荡 那这种千点的震荡 期货快接近跌停板 然后呢 这个融资杠杆的部分 有些人因此想不开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到 现在台湾的一个开户数增加 有三四成以上都是年轻人 那年轻人的资金并不是这么多 所以呢 其实呢 你用融资去做操作 一定是大多数年轻人会这么做的 但是呢 投资朋友 我们的节目几乎每个月都有去做提醒 就是不要借钱买股票 不要用杠杆去做一个操作 如果你要在顺向的时候去做杠杆 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我会跟你讲不要用融资的时候 一定是相对上我们看到某些原因 所以呢 为什么不要用融资杠杆 我有讲到这是制度的问题 第一个 台北股市在2015年把这个涨跌幅调到10% 然后呢 又把维持率从120拉高到130 所以这个两个制度都是让融资容易断头的原因 所以我都跟大家强调你不要借钱去买股票 你不要用什么房贷用信贷 甚至呢 你用股票去做融资 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个东西是可以去避免的 那我觉得政府对于这方面的一个 投资金融教育的部分都是非常不足够的 那4月17号我们也有提到 不要用杠杆去做个操作 所以这个都是从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跟大家做提醒 好 然后行情在这个下跌的时候呢 我也提到说 大家都会去骂政府说这个当冲的部分 其实呢 当冲也是让这个融资的筹码容易更容易乱 容易断头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这两个是台北股市目前筹码面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然后这个我在周二直播讲过了 然后所以呢 我跟大家强调就政府要税收 券商要首收 所以呢 其实这两个立场都一定会希望这个税率减半是继续的 但是呢 我在节目上有跟大家讲到 当冲这个部分是让一些挫账的交易可以当日冲销掉 这个制度一开始的都是良善的都是美好的 我觉得这个制度我没有去反当冲 我提到的是这个税率减半的部分 税率减半其实呢 这些鼓励的一个人家去参与除全息 这个股息收入 这些的税的部分相对上不公平 所以你如果单独对当冲这个税去减半的话 会让大家去以为说 这个成本更低 鼓励大家去做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所以我强调是税率减半这件事情 你如果是所有税制都公平 那大多数的投资朋友要去做当冲 那是他的事情 但是你针对这个税率减半 你让这个成本变低 你反而变相鼓励人家去做当冲 所以这个当冲的问题 包括融资的这个断头的问题 都是我这段时间以来跟大家讲的 这台北股市 因为当冲也会让我们带会员的操作更困难 因为盘中有些股票可能转强了讯号 但是尾盘因为当冲的部分可能又冲下来 这个都是让我们在操作上面 是会有遇到一些困难的一个部分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这个当冲制度 税率减半 那政府有关单位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 好 当冲违约交割的问题 这两天开始新闻开始爆出来 你看到阳明 看到长龙这个盘中打开 从跌停拉到平盘 然后就最后锁上跌停板 这个是台湾就是这种当冲的一个现象 很多的一个年轻人 包括网络在教你什么无本当冲的 这个其实你如果 钱没办法给券商的话 这个股市小白人生就毁了 这个信用方面都会出很大的问题 包括网络上的PPT 最近都有人在讨论说 他冲了什么股票 然后这两天因为大震荡 卖不掉 然后怎么办 没有钱可以交割 所以这个都是目前股市上面的乱象 所以这个都是当目前筹码面 不容易安定的一个原因 那所以以上这两个部分都跟大家提醒 记得不要去做当冲 我想我讲蛮清楚 这个是非常高难度的事情 也先不要用融市去买股票 然后现在跟大家谈说会不会反弹 在这里刚好来到这个上升轨道这个地方 原则上在这个位置 以台北股市的角度 这个位置 原则上先建议你不要去杀底股票 那谈上去要不要去做减码 这个我们都会带回我去做一些动作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到天柱人柱自柱 在这里我希望当然是一个 直稳之后波段再往上起涨 目前是有机会有这个条件的 原因在什么 零利率跟QE的环境 股市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先不用这么悲观 但是至少在支撑区 你先不要去杀底 反弹要不要出场 你要需要专业人数的协助 然后你自己要帮助你自己 你不要去做这种赌徒的行为 去做当冲也好 现在可能输钱了很多人 又可能要再去借钱 要再去翻本 先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行情好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样的机会 好 那你现在如果要买股票 我们带会员这两天的一些布局的操作 我们的思考的逻辑 待会来跟大家讲 什么样的股票在接下来会 还有机会在创新高 就是如果这行情是在这里 持稳在往上的话 哪些族群有机会在创新高 好 那我们再从这个国外的部分来跟大家谈 台北股市刚好在这个位置 好 那我们看国际股市 这一波最弱势的是什么 费办跟纳斯达克 好 那投资朋友这一波来看的话 你看纳斯达克 目前的位置 这是我盘中 就是在刚刚 下午准备直播的时候去 去印制的 那目前刚好这个费办也在这个形态的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位置 我认为不要去杀低 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那如果这个费办跟加权都跌破之后 后面也有其他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要寻求专业的协助 好 那为什么费办跟科技类股这么弱势 我想大家看新闻也知道 因为昨天 这个美国的一个经济数据公布 这个CPI 就是所谓的物价的指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 然后这个通膨的一个上升的一个幅度 蛮大的 所以当然市场上就引发了说 这个通膨上来 所以联准会可能因此要去做升息的动作 所以道琼拉回 科技类股也拉回 那最后呢 联准会的官员有出来 说到这个 就是可能这个升息的部分是不会这么快 不会这么快 因为这个部分他还是提到 他们可以接受通膨有一段时间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第一个 联准会会不会去做紧缩 会不会把QE做缩减 然后假设不缩减的话 通膨是目前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也是我在周报节目告诉投资朋友的 你要操作 我认为后面有机会走趋势的 就是在跟通膨有关系的 所以投资朋友 你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买股票 你的逻辑至少要先正确 好 然后再来跟大家讲 台北股市有机会在短期 稍微直稳反弹的一个另外一个因素 我们先看这个期权的筹码 来选择权的筹码来看的话 目前下个月要结算了 在昨天大跌之后 他有跌破1 跌破1 相对上是比较不好的 好 那目前选择权有5个月份的合约 加总期还在1.12 所以这个水位来看的话 对于多方都还是有机会 第二个就是下方的这个期权的筹码 十大特领法轮在昨天有大幅度的回补空单 今天也是有继续的回补空单 所以目前的这个进空单来看的话 你看到前五大只有剩下800多口的空单 然后前十大大概3000多口 然后在远跃的部分下个月的合约 你可以看到是保留进多单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些的 不管从国际盘 从这个台北股市的下降的这个上升的趋势 包括这个资金的一个面向 我们都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先不要杀低 结算是在下周三 所以下周三之前 我们认为至少会酝酿一波反弹 那这一波反弹上在下周三 法人对于下个月期权的合约的态度就很重要 他现在目前是转进多单 那会不会在这里就开始 稳定打底之后再往上走 这个是选项之一 然后如果说上去结算之后 他反而又继续反手去布空单的话 那当然这后面就有些应对的操作策略了 所以粉丝们一定要锁定我的节目 那会员当然原则上你就照抠讯 我们都会帮大家去注意这些数据 好 再来就跟大家讲融资的问题了 我前面刚刚已经有讲过了 来 4月24号跟大家提到 目前是一个赌徒行情 融资好不容易大减之后呢 在这个当时又呈现大增 所以我跟大家讲 都在做这些隔日冲的交易 所以当时我也跟你提醒 礼拜一不要去追股票 包括在最近的这个周末 我都跟大家讲不要去追股票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筹码面 筹码面的问题是目前最重要的 在这个前天大跌减了100多亿 昨天的一个上下签点的政府 融资也是减了100多亿 所以目前的这个 维持率的问题 我们周报所提到的部分 是目前有没有可能在继续往下跌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这个我们数据是持续性的观察当中 所以我在当时的这个5月8号的一个直播 跟大家讲什么 先有解码现股操作 你有淡定才会赢钱 当时我告诉投资朋友 这个短线上面的一个部分太过于投机 当时的一个周五的一个上周 上周五台北股市不是电子股大涨吗 那我跟大家讲这融资大增 是不是告诉你礼拜一不要去追股票 至少礼拜一不要追股票 就已经帮助你避开很多风险 那如果周四 包括周五那根中长虹 你周四看直播 周五中长虹 包括周一 你都有机会去调整股票 所以如果你有先减码的话 包括你现在是现股操作的话 你淡定才能够赢钱 要不然在昨天那个签点的震荡的时候 如果你是用融资操作的 你一定会手足无措 好那我在周六直播也告诉你 这台北股市上市的一个 最近这十年的融资统计 那这个融资的一个增加的幅度 这个陡峭 这个增加的幅度是创了近十年新高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好然后我当天也跟你预告说 他有没有可能走这个 像去年新冠肺源这个地方 然后走这个融资多啥多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目前密切在观察当中的 好那当时也告诉投资朋友 当天的一个电子股大涨 很多人告诉你电子股要接棒了 很多人也预计在周一要去加码电子股 但是只有我告诉投资朋友什么 礼拜一第一个你先不要追股票 第二个我跟大家讲 这个电子股的一个状况是 不太容易是直接接棒的 我当天讲了很多重要指标股 包括像台积电 即将要面临到什么 就是我们系统上面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压力区 这些指标股包括像联电的部分 都是大涨都是在周五都是一个反弹的一个现行 好包括像联发科跟联勇 这些股票都是一个样子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些的指标电子股 包括像鸿海的部分的大涨 都会面临到这个压力 所以这些的电子股都是一个比较倾向是反弹 会遇到压力的架构 所以礼拜一不要追股票的逻辑 我当天都有讲包括像天狱或者是群创 然后我在周报也告诉你 这个面板的一个报价的问题 我直接跟你做一个分享 所以其实你礼拜一早上开盘 如果你有机会去把股票做调整的话 至少面板股你可以先避开两根到三根的跌停板 所以我们的节目是跟大家讲 你看对节目你才可以做对动作 环球金跟国具也是涨上来都是一个 比较会遇到压力的结构 所以我在周二直播也讲了 原则上你看我节目的 4月中旬开始 我们都跟大家讲 陆续去减码一些股票 包括像国具 我们带会有没有小赚先走人 这个都是我们看好电动车未来有机会的股票 那只是说目前行情上他有出现一些 族群上的一个变化 所以操作方面才跟大家讲 你不要单打独斗 好 4月20号开始我们透过数据来跟大家分享什么 就是有呈现背离 指数上涨 但是呢 多投股票的数量已经开始呈现背离 我告诉大家 你要做精简持股 你要太弱流强 从4月10号开始告诉投资朋友 一路性跟你做追踪 持续性一个背离的讯号 所以你看对节目投资朋友 你才有机会做对动作 这是4月29号 我讲说有高出你会是下一次赢家 那我们确实也带有高出一些股票 但是我们当然也没有预料到 会5月份是这么快速的跌了2000多点的行情 我们认为会一个 一个多头的一个简单的修正 所以我们的一个方向跟看法 都是没有跟大家改变的 好 那投资朋友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要解码 融资增加 我告诉大家不要有套牢 但是从数据上面看 有这个套牢的一个情形 这是5月1号 包括陆续告诉投资朋友 在5月6号周四 我们AI那组会员已经做空手了 当时我告诉大家 我们AI的会员只剩下一档股票 就中美金 所以中美金在当天也是做一个出场 所以这个出场操作真的是很重要的 因为到现在跌下来 要不要买回来都是一些选项之一 所以投资朋友 我跟大家讲 你不要看股市涨跌 重点要是要看内容 内容的一个结构长什么样子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空方的一个数量是大于过于多方 所以操作上面一定要稍微谨慎小心 好 那5月8号我也提到数据都跌破50 所以看法上面 我认为会像这个地方做一个整理 大家应该都还有时间去做调整 结果呢 疫情的关系 结果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快速性的一个崩跌 好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都有跟大家做提醒 那现在重点是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去做操作 如果你先有去做解码的话 投资朋友 那你才有一些股票操作空间 我们举例刚跟大家讲过 像周二跟大家报告说 比如说像中钢的一些钢铁的一个操作 我们没有操作中钢 是当天中钢我告诉会员 资金他还是会继续的在这个强势的一个川产类股上面 所以中钢当天有做翻红 那我们会员有去买像龙钢这股票 这是AI会员去买的 那我们当天小赚先做出场 因为我们发现到中钢他反而是后来破平盘 包括像这个龙钢的一个出场 在这个地方做出场 然后龙城是高价会没有去做操作的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也是做一个获利了结 前一天去买进的 那当天是快拉上涨停板 那最后是盘中去爆出这个 书院长提到这个疫情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当天股市就出现一个很大变化 所以目前盘中变化是非常大的 好那这是AI跟高价会员 那对普通会员比较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也有买了一个股票 但是呢 当天那个股票的表现是相对抗跌的 那是最后杀下去 所以当然昨天大跌 但普通会员这张股票也是有些影响 但是呢 想法上面我们觉得对于通膀来讲的话 这个股票还是相对很有利的 所以我们不排除说如果行情稳定可以的话 我们可能还会再去做加码动作 所以呢 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些是我们三组会员的一个个股的一个超速 好 然后我在周二直播跟大家分享这个问题 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解决问题的 来找自己老师 因为目前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融资维持率的问题 那我们在观察当中 因为现在是现象是有好跟有这个担忧的地方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贵买 贵买为什么在今天他可以收红 那反而上市的部分 是 原先是到万六嘛 然后最后是 尾盘 最后尾盘才 跌下来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说 贵买的部分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走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 贵买的融资维持率率来到153 所以到正常的多头修正回挡到150这附近 就差不多会是一个断头差不多一个点 除非发生像去年这种更极端的一个 一个那个 新冠肺炎那个 急杀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你看到贵买今天能够收红 好 那现在加权来讲 加权的一个数字 也非常靠近这里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做点观察 所以 透过这些数据 我们会知道说 如果融资维持率维持在这附近的话呢 那我们认为配合以上跟大家讲那些条件 是很有机会反弹的 那我们还是先以反弹做看待 所以这里如果你要买股票 你还是要买未来有机会的股票 所以这是我们先给大家这样一个结论 好 所以投资朋友 接下来操作 还是告诉投资朋友 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解决问题的 因为现在行情股票跌下来 很多人还是认为说 啊算了 就摆着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消极的话呢 因为最近问股票的人毕竟比较多 所以 有真的想要解决问题的 然后是不是要换股 换到什么股票 比较有机会的 那你可以来找事情老师 好 那 还没有加入LINE的投资朋友 可以用这个搜寻ID做加入 我们ID想要随权TC 或者是扫码这个标签 那如果待会也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的 也可以透过影片下方 做一个填表 好 那还没有订阅关注老师频道的 可以点选订阅开启小铃铛 好 那如果你想要参加分析师播放清单里面的这个影片 你可以先去做看过 好 那手机观看技巧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过了 好 再来跟大家讲一些讯息面 我们在周二直播跟大家提到说 这个疫情的部分 并不是台北股市会跌这么多一个最主要原因 因为疫情它只是一个导火线 最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触发了这些电子股 一个融资停缩 好 因为电子股的一个套牢结构 然后因为这个事件的一个关系 然后就形成这个一个 向下一个融资的停损 那我想电子股 为什么一直没有很明显接棒的一个隐忧 我提到就是 金片缺货会影响一些营收的数字 然后慢慢也看到一些讯息出来 在五月份 所以四月十号我们先跟大家讲这个议题 好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没有去操作减码的话呢 尤其我跟大家讲这个财报利多的减码 尤其电子股的中下游会稍微比较危险一点点 所以其实你看到现在很多股票跌下来了 那跌下来或许股票变便宜了 很多人告诉你这里要去买 我觉得电子股你还是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明天的这个鸿海法说之后 下周的行情是不是就是真的 法说之后 电子股开始止稳之后 要来买再来买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看法 所以如果你的老师现在还告诉你说 电子股现在有杂音的话呢 相对上就已经落后太多了 好 那我们跟大家讲到说 目前这个行情来讲的话 疫情的一个关系跟资金行情是共存的 那因为病毒不断的做变种 所以呢这个疫情的时间拖长 也让这个整个不管是印度 印度疫情影响这个全球经济 那我在周二直播有讲到过了 就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像美国或者是印度来讲的话 股市来讲都还是相对强势 所以其实疫情跟这个资金行情是相对上是共存的 所以其实台湾这个拉回来讲的话 在这个资金状况之下 我们认为还是先不用这么一个悲观 回到我们跟大家讲的一个 长线的一个重要的逻辑 就是美元的部分 好美元来讲的话 到现在这两天有稍微强势上来 但是他都还是在月线之下的 他都还是在月线之下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台币的一个汇率 台币汇率来看的话 今天也是都还是在月线之下的 所以往下他是走一个升值 所以资金的状况 其实没有说大幅度一个汇出 所以目前大家就是筹码面内部的问题 要先去做个沉淀 好 所以资金条件我跟大家讲都还在 所以这个综合这些的因素跟判断 目前最大的不稳定的就是来自于融资的部分 所以我跟大家讲到说 今年操作就是胜选要会进出 牛年的特性就是金简要会卖股票 我当时用这个行业内股的部分 跟大家去做举案例 有出厂讯号你出厂没有错 那重点是不是要买回来 所以今年的操作的一个状况 在这种资金的效应之下 很特殊的操作方式 就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宽松继续通膨继续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通膨 你要去做对族群 如果你在这里要去买 行情要走回升的话 通膨一定还是会继续一段时间 因为物价会继续涨 然后这个宽松的部分 目前联准会态度是要继续的 所以如果通膨会继续的话 稍稍微会对于电子股比较不利 所以如果你在这里要去买股票 还是先以通膨思维去做一个操作 好然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给会员的抠讯 这是在12点54分 我告诉会员的 我告诉会员朋友说 这两天都有落底 卖力捷径的讯号 这个力打错了 我们盘中工具来看的话 这个卖压真的减轻非常的多 所以要拉抬上去 其实是有非常有大这个机会的 那重点是说 当冲当然还是一个干扰的因素 然后融资断头 还是会去影响到这个盘面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 依照这个数据跟技术面操作 我们提醒会员就是 分线股分批介入 电子股因为手机需求下滑影响 比较存在一些变数 所以电子股如果要买 就要买最具备竞争力的什么股票 这我已经有告诉会员 电动车半导体趋势是确定 会受惠资本支出的 所以传产股的技术面 目前还是优于电子 所以如果以通膨趋势受惠的族群是什么 然后我已经有告诉会员 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同事朋友 我们的文章也有讲到说 传产类股是 目前我们可能要做强势来讲的话 一定是以传产股为主 但是航运类股 不在我们的操作设定范围之内 你要特别去注意这个 因为航运只是因为疫情 造成的塞港短期运费的上涨 这不是常态性 这个跟通膨也没有关系 所以资金宽松在 这个产业全球趋势的基本逻辑要先正确 股市如果恢复稳定的话 你买这个都是全球趋势的股票 都还会有机会创新高 所以投资朋友 这是我们目前的想法 跟大家去做个分享 好 然后什么股票是比较有机会的 原物料上涨 中刚要再把价格往上调 所以我们提到了原物料的部分 我们觉得钢铁是比较有机会 那另外今天 南韩这边有传出消息 就是公布4500亿美元的一个 10年的支出支出计划 就是要在地发展半导体的部分 所以你认为半导体的这个设备资本支出 是不是一个中长线趋势 所以呢行情跌下来我们会员 当然手上股票也受影响 但是我跟大家讲 在这种特殊行情里面 只要你有控制资金 你有控制股票档数 你都有机会随时去反败为胜 所以这台股票我们在昨天的下跌 我们有紧会没有去加码金顶 所以今天大涨上来看的话 以我们的均价 接下来该如何操作 是到均价先走人 还是接下来该如何去动作 跟我们整个数据跟接下来行情规划 是有些关系的 所以这里的操作很重要 行情如果能指稳 然后有些数据盘中的数据可以的话 那我不排除带会面去加码一些股票 加码上去之后 也有可能做减码动作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都是要去做个机动性的 所以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在跟大家讲 目前这种震荡行情 我们比就不会跟大家 推荐什么特定的股票 所以你不要看节目去做操作 那我跟大家讲 分享老师目前的一个看法 所以呢 如果你资金充裕的 邀请你可以跟着自己老师一起并肩作战 那我们个股买卖推荐 只有针对付费会员 看节目不要跟单 所以接下来重点是有谈你要不要去出股票 这个才是一个考验的开始 因为融融市的问题 我们要继续观察 第二个是疫情的问题 就是添注 当然这个地方 要需要点运气 除非说当然这个疫情如果 有出现一个比较不好的变化 那这个破趋事件之后 当然可能就会有些比较麻烦的事情 要去做处理 所以呢 参加会员会跟大家讲 跟着专业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带你买最有机会的股票 当有风险发生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带你去避开风险 甚至呢 去做危机处理 这很重要 所以投资朋友最后给大家这个结论 如果你是现股操作 在这里 我们都认为都有机会去做反弹 前面数据都跟你做分享 但是呢 也不是告诉你说现股 你就不用处理哦 如果你资金真的用了比较满的 上去你哪些股票 可能是将来有一段时间比较没有机会的 你可能要适度去做减码 因为后面后面的一个疫情怎么发展 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要找专业人数 专业的人来协助你 同时你自己要帮助你自己 你不要再去做借钱的动作 你不要再去用杠杆操作 尤其一些股票期货都先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好不好 那你要买会再创新高的趋势 我提到半导体设备是我们认为有机会的 那再来如果说你要去做这个原物料的部分 我们认为钢铁这个族群是有比较 有比较机会走一段时间的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的重点 好那重点是接下来的疫情的发展 大家会担心这个疫情会不会做第三集的升级 那这一新的消息是传出来 就是说最近染疫的人 这中间是有找到这个连结点的 并不是不明的感染源 所以升级的可能性有降低了 所以这些的因素配合之下 我们就要后续去观察这整个疫情的发展 本土案例是不是没有再做一个扩增 那请各位投资朋友粉丝们 你外出也要去注意自己的安全 一定要戴口罩勤洗手 尽量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那股市方面我就提醒你 你不要用融资杠杆 你现股操作 那你现在的一个资金的控制比重 一定要 要去做注意的 那也不要因为有去赔的钱 去 去 该怎么讲 心情太低落啊什么 都不用这么去想 因为人生都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股市呢 就像我周报直播跟你分享的 以巴菲特的言论来讲的话 巴菲特提到什么 股市中长线的方向 因为这个物价的一个上涨通膨 企业的成长 只要你是买这个有前景成长的公司 一段时间会有机会回来 但是如果你是用融资杠杆的 一段时间其实很难回来 因为这个下跌你就会被迫要断头了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不要用融资操作 所以呢在这里的行情 接下来怎么走 是在这里指稳就上去 还是在这里开始打底 还是又要再先往下 当然这个跟很多的变数 有些是没办法分析的 比如说疫情是没办法分析的 但是以现阶段的逻辑 就是告诉大家 这里有机会指稳 很多的数据有机会指稳 所以在这里 先不要杀低是基本的 那上去要不要出股票 那这个可能就后面要有一些 专业人数来协助你了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你自己要帮助你自己 不要融资杠杠好不好 所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我们持续性的密切去注意 这些的一个后面的发展 同时明天也是这个季报的公告 所以季报公告之后 也会有很多的股票让我们去检视 哪些股票真的是有缴出实际获利的 而且都是真的是超跌的 那有机会走趋势的股票 也都是趁这个拉回的时候 去好好做功课 所以这个假日 我们也会好好去做功课 看将来哪些的股票是有机会的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 可以跟上自己老师的操作 好 那上半段的节目 就先进到这里 跟大家报告一下 还没有加入赖了 可以做加入 那扫描标签 或者是待会没有抽奖到你的话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点写 这个表单的连结 或者是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26538299 26538299 那影片点标题下面有申请表连结 填写清楚 老师一样会透过我钱满系统来协助投资朋友 好 那最后跟大家预告一件事情 好 就是老师在下周三开始 我们有跟大家讲到说 这个金融库 你可以在YouTube搜寻金融库 这个频道 订阅开启小铃铛 老师在这个下周三开始 晚上七点半 会在这个金融库 作为一个节目 那这个节目呢 老师取叫做自在必得 那我在这个下周三的一个第一场节目 会送大家这个礼物 教导投资朋友一个最简单的技术分析 所以我们在这个金融库录制的节目 是一个比较属于财经性质的节目 大概比较偏向于教学 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 那比较不是 现在老师这频道 以投顾招收会员为主的一个节目 所以性质不太一样 所以在周三晚上的七点半会做开播 那你一定要在金融库订阅频道 你才会可以去参与这个直播 所以请粉丝们你可以搜寻金融库 然后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好 那上半部的节目就进到这里 中天跟运通的粉丝 如果说你想要收看 我们下半段针对网友个股回答 或者是你有个股问题要回答的话 那你就要到我们本频道来做收看 好 那上半段就先进到这里 来 我们先把这个询问截止放到聊天室去 来 好 上半段的一个时间 我们就先进到这里 那粉丝们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大概一分钟以内的时间 老师马上回来解决你个股的问题 我们透过AI的方式 先去读取大家一个个股的问题 好 那先稍等一下 你可以先喝口水 休息上个厕所都可以 好 老师马上回来 谢谢